作曲 李宗盛 我快忘了怎样的一个爱 我未许冷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拖过来 重新的我的更改明白 我当然会唱最歌动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东方卫视音乐综艺《我们的歌》第四季正在热播中 AB两组歌手都已经完成亮相 两组歌手都已经完成了组队 部分组合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比如杨坤和马佳琪的组合就很突出 热度也非常高 周传雄和陆虎 陈慧贤与孟会员 杨承林和许静韵 林志炫和黄霄云 张文婷和张远这些组合也都很有实力 《我们的歌》第四季出现了很多曾经很火 有很多代表作的歌手 比如陈慧贤 周传雄 杨承林 张文婷 这些歌手曾经都很火 代表作很多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近些年娱乐圈流行翻红 比如薛之谦 张绍涵 王心灵就通过综艺节目成功翻红 尤其是王心灵 他翻红后的热度比他巅峰期还要高 那么我们的歌第四季 有好几位都是和王心灵前后脚出道的歌手 谁会成为下一个王心灵呢 其实在很多观众心中 我们的歌第四季 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王心灵 他就是原菲尔乐队的主唱张文婷 之所以很多人说他是下一个王心灵 是因为张文婷在节目中演唱的 《我们的爱》成功地引发了一波回忆沙 在第二轮的时候又演唱了爆款剧 《苍蓝爵》的主题曲《绝爱》 这两首歌的音乐数据很漂亮 热度非常高 看起来张文婷在《我们的歌》表现很好 有成为下一个王心灵的可能 不过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小 原因有三个 一 平台差距大 王心灵之所以能成功翻红 与他参加的节目有很大的关系 王心灵参加的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 该节目自从第一季大获成功以后 每一季的收视率和热度都非常高 虽然第二季和第三季的 评分与口碑一直在下降 但这并不影响节目的火热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播出期间 几乎每天的综艺播放量冠军都是她 并且大幅领衔第二名很多 而《我们的歌》的热度却无法和 《乘风破浪的姐姐》相提并论 《我们的歌》这档节目一直不火 热度也不高 在每日综艺榜单中 《我们的歌》排在实名开外 甚至很多已完结的综艺 热度都比它要高 从播出平台来讲 张文婷并没有优势 《我们的歌》的收视率 话题热度 影响力都和《乘风破浪的姐姐》 有不小的差距 二 话题热度差距大 《我们的歌》与《乘风破浪的姐姐》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 根本原因是制造话题 《乘风破浪的姐姐》 每一季都会有许多的名场面 比如第一季《黄胜衣甲哭宁静不满成团名单》 第二季陈晓云与荣祖儿的矛盾 第三季《赵英子》把自己唱哭 类似的名场面每一季都很多 除了这些负面的名场面 还有许多正面的名场面 比如第一季的《大碗宽面》 至今仍被誉为是节目里 最高质量的舞台表演 第三季《王心灵》的经典歌曲《串烧》 把公演现场变成了个人演唱会 不仅现场观众跟住一起合唱 就连后台的姐姐们也跟住哼唱起来 毕竟这些歌太经典了 然而我们的歌只有第一季的《小战和周深》 能制造出一些话题 带来一些流量和热度 从第二季开始节目的质量严重下滑 出圈的舞台一个都没有 节目里的点评环节也都是商业互夸模式 强行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 这就导致在节目里部分舞台表演被吹上天 然而实际上分明就是很一般 在节目里看着挺热闹 想出圈却绝无可能 三 马家琪的流量太大 除了播出平台 话题热度以外 张伦廷很难成为下一个王心灵的原因就是流量 王心灵能够翻红其实纯粹是意外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刚开播的时候 王心灵并不是节目组的天选之女 看过节目的观众都记得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的第一期 镜头最多的除了纳英和宁静以外 就属于文文和郑秀妍的镜头最多 郑秀妍自带流量 对于喜欢韩语的观众来说 郑秀妍的光环很大 而于文文是节目里捧的对象 她从不和群岛万人迷的蜕变 就是节目预想的看点 可没想到王心灵一首《爱你火遍全网》 热度持续升高根本拦不住 所以从第三次舞台公演开始 王心灵被重视起来了 她本人也很争气 组建了一支最有女团犯的队伍 从此一路连胜 最终除了吴景岩以外 队伍里的其他几人都成功出道 王心灵也顺利地拿下了C位 王心灵用实力战胜了流量 而在《我们的歌》第四季中 张文婷想战胜流量 并不容易 这一季的流量担当是马家琪 她是大流量艺人 这一季差不多有一半的观众 就是冲她而来的 目前节目播出了四期 热力之最高的两首歌轰炸与月亮 可以代表我的心 都是由马家琪和杨坤演唱的 热力之排在第三的歌曲 是张文婷的《绝爱》 然而这首歌的热度 与马家琪的两首歌相比 还是差了不少 说白了 张文婷想成为下一个王心灵 或者让自己出圈 首先要战胜马家琪 否则节目的宣传的重点 永远都是马家琪 想战胜马家琪的方式 就只有一种 那就是靠作品 张文婷的代表作非常多 这不是马家琪可以比的 她的唱功也很强 嗓音很有辨识度 如果在后续的节目中 张文婷能持续带来 高质量的翻唱 那么她离翻红就不远了 只是翻红的力度 想达到王心灵的那种程度 难度非常大 不仅仅要有高质量的作品 还要有话题热度 以及节目的本身的 收视率做保障 只是这两点都不容易完成 尤其是两个节目之间的 差距太大 所以说现在讨论张文婷 能否成为下一个王心灵 还未知过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